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鸟一旦 北京现在就是一鸟一旦 一鸟一旦 又有鸟一旦 鸟巢 北京就靠一鸟一旦 还有妞妞的中央电视台 那个也很出色 最贵的建筑 咱们多有创意 我要说的是 盖好了 他要招工 315个工作岗位 但是现在有一个法学院的 一个研究生 还是大学生 研究生大概是 兴送 就是起诉 但是两个多月也没受理他 他就告国家大局院 说你们招工 为什么只招北京常住户口的 因为他说他打电话去问 他是学生吗 他属于北京集体户口 我没有北京常住户口 难道就不能到你这工作吗 他的这个理由是什么呢 他家伙法学院的学生 他把宪法端出来 你知道吗 因为他说从定位上讲 这个国家大局院 他是属于国家级 还不是 说好像是北京市政府 直属的 咱也闹不清 一个局级的 还是什么级的 事业单位 事业单位 对吧 那么他是说 这不是理由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还查到资料 说这个国家大局院 是中央财政支持的 预算投资据说是26.88亿元 这是全国人民的钱 建起的大局院 不是有领导还说吗 圆了中国人民的一个梦 你前面还灌上国家 俩字 而且说呢 即便你从选择人才 这么好一个局院 咱们应该集中全国的精英啊 那怎么就变成 集中你北京一个城的精英了呢 他提出这种 但是也有人解释 就是说呀 这个 是不是也考虑到 北京市常住户口的人呢 咱比较清楚他的底细 比较好管理 不大容易放炸弹 这什么意思吗 什么叫底细吗 这真不懂 我也 这什么叫底细吗 就是说你这个外来工嘛 比如说嘛 你通过政审就行了吗 他就这事 我帮他解释什么呀 我脑不清 反正 我这听起来就怪 你比如说我举例像 像美国华盛顿 他不是那个Smithson 那个Museum吗 那个就是Smithson 这个博物馆 那是国家的 它是国家博物馆 里面的这种工作人员 他就来自全美国的 五湖四海 他国家的嘛 难道就只能在华盛顿招人吗 不会吧 不过但是那个法学院的 那两条理据 我觉得也不是 他好像法律也没学的 不怎么样了 而且 而且你想科剧院 找这样的法律的人才 来干什么呢 他还 他还说了一个词 叫什么 违反了这个 公序良俗 我还同一回学到 这么一个词 公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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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的秩序 良好的习俗 违反公公公 良俗 而且为什么不受礼呢 就好像那个法律方面 给的理由就是说 你不是这件事的 这个利益的直接 受损责 不是他自己去 哦 不是 这事乱了 他的律师现在说 说他打过电话呀 你他是不是没 没跑那去 他打过电话问 那你说 他是不是没有常住户口 那他当然没法去找工作了 从小来说呢 这倒有助于 他将来自己的 career发展 他也许法律所 他就出名了嘛 以后人家找他 但是从大的说 这事太严肃了 我们最近在议论 这个房子的问题 中国这个房子 现在房价压不下去嘛 对不对 老是头 你听我讲 头痛一脚 这个压不下去嘛 但很多人说 这个房子呢 很简单 将来呢 总会出现一个方法 就像香港这样 就是市场是归市场 公家住房 盖连住屋 给一般的人 就是说 可能到了一定的时候 为什么不做 大家都很奇怪 就是说 你很简单嘛 你政府卖地那么多钱 你抽出个三分之一 或者一半 强迫地方上 盖很多平民的房子 那个房子有国家管理 对不对 好 出现两个问题了 有的人说 第一 你这批房子的分配 公平不公平 这个权力掌握在 又掌握在 公职人员 政府首例 那在目前的情况下 它可能出现 很多新的 贪腐的温床 你现在有很多地方 连租屋 不是连租屋 廉价的房子 在上海 就远一点的 你这里卖两万吧 我们这里造五千的 造了一批 房价拉下来了吧 那个五千的 很快就被人一大批的买走了 因为为什么 大家都知道 很快会升 所以你还是 那个没解决问题 那么现在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 更严峻就是什么 假如你造了一个 工房系统 比方说你深圳 北京 你政府出了一大批钱 盖了一个工房系统 谁有资格用 你明白 我现在讲这个问题 明白吧 你这北京当地 户口 才能申请这样的房 你说我能无限开放吗 你每个城市说 我政府建了这个房子 我盖了这个连租屋 就像香港一样 比方香港的连租屋 是给香港永久身份证 你要证明两点 一你永久身份 第二你足够穷 你的收入到了多少 然后你排队 那如果中国 也出现这样的情况下 你看 所以中国的事情 就有这么复杂 一方面 大家都同意取消户机制 农民工不应该 歧视了 大家应该把这个 全国人民都是一样 全国人民 大家享受 对不对 可是实际上 每个地方 他这种经济政策 你将来怎么来处理 而且 这还 就刚才我们这 北京人还说 就是他事业单位 他为什么要 找北京常住户口 你好比说 我分配去广东电台 广东电台都要 把我的户口弄过来 你知道吗 他事业单位 他招人 他是要一个编制 一个户口的 你如果是外地的户口 你要是他在那儿的人 他还得想办法 给你弄户口呢 那多难呢 但这个户口这个问题 是比较更复杂的一个问题 就先不谈户口问题 先谈这个实际解决 像类似这种冲突 像刚刚子东讲这种问题 还是有方法的 比如说像欧洲或者美洲 都有一些国家 他有公共房屋 连租房屋 那这个房子 他怎么办呢 第一 像香港这种制度 我们是不能够让它出现 你一买之后 然后立刻卖 然后去赚钱 这样的机会的 因为我们现在 比如说政府 提供有两种房子 公共房屋 一种是租 一种是卖 租呢 就次一点 就是你很穷 你也买不起房子 你就租吧 另一种呢 就是你也不算太穷 有点钱买房子 买不起私人市场上的房子 就买这种 这种公家提供的房子 那么这种房子呢 你买了之后呢 它是有规定的 大概十年内 是不准卖的 那就保证 你不能够立刻 去哄抬那个价钱 那么然后呢 这个租房呢 它就是要 就是像你刚刚讲 排队还有抽签 这都是要排队跟抽签的 这比较公平嘛 那但是万一 如果你全国那么大 比如说我那么多外来工 那怎么办呢 那个就只能够按城市解决 在很多国家 它是城市负责 那就在最基本的问题上 要保护这个城市的居民 户口的利益 你看当然这个东西 又会带来很多不公平 比方说实际上 我相信它到时候 只能这样做 比如以深圳来挤 它真正的户口 只有三百万 可是它常住人口八百万 实际住的一千多万 那么这些人 你要我们从道德上来讲 谁都为深圳的建设 做出了血汗共建 对不对 凭什么你就可以分配到房子 我就没有 所以现在这一套措施 做不了 而这个做不了 我看着我将来迟早得做 你现在怎么办 把所有的人都推向市场 从农民工作 中国现在据统计城市里边 私人拥有房子 百分之八十 这全世界最高的 怎么可能 对啊 就全世界没有 你欧洲啊 美国都只有一半的人买房 中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就是因为以前 它把公家分配的房子 通过很便宜的 变成市场化 大家有一个阶段 不是都是三四五万 都买到房子了吗 所以城市常住人口 房子小不管 差不管 但是都有私人的房子 那接下去 就把大家都踢向市场了 然后你房价在那里飞涨 大家抱怨吗 因为没有两个系统 你两个系统一来 就会出现 刚才讲的这个问题 所以它割据院的招工 是一个很小的点 但是这一类的问题啊 就是说你从道义上 我没有定见 我只是觉得 这个从法律上 用道义上怎么解决问题 将来头痛得要命 对我跟你说 而且你刚才提到这个 小产权 最近这是个特别严重的问题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我这个数字不一定准确 听他们瞎说的 说是在北京郊区啊 这个小产权的房子 一千万平方米 就是很为数众多 你这什么叫小产权呢 我最近才学习了一下 就是那个农村嘛 它这个土地 是归农村集体所有 对对 那么那么这个土地 如果作为商品房用途呢 那先要经过国家嘛 先要经过国家 确定履行一道程序 这个可以做房地产开发 然后房地产商 接手盖楼 再卖商品房 这样成本就很高 对吗 但是现在很多人 你那个北京的房价 买房子多冤呢 太贵了嘛 贵了它没办法 尤其真的有些人是买不起啊 他就怎么办呢 直接跟村里打交道 村里也挣钱 村里就是说我这儿 这个集体产权是25年呢 还是30年呢 只有这么多年 但这么多年也够了 是吧 等于是租这块地 算租也好 算买也好 反正在村里就允许你点盖房子 这个合约啊 没有经过什么法律效力的 就写个纸就行了 但是呢 他实实在在的 能盖这么一个房 大房子 而且我听他们讲啊 说你这么盖一个房子 你就知道这房地产商 他赚了多少钱 就盖一个房 因为他自己盖了一回 他知道了 哎呦 这么便宜 原来就能盖起一个房子 你说 可是现在呢 为什么遗留一个问题啊 现在国家好像好多专家 都在说说 这事怎么办呢 你要说他合法 他不合法 对吧 可是你怎么办呢 你这个牵涉到的 这些 你看你依据什么法 因为如果是城市的 这个房产的 管理的这个法 你管的是城市的 国家的地 你管不到农村的 集体的地 所以理论上 他农村集体 他有权决定 把地租给谁 他没违法 任志强跑出来说了 可以用房地产管理法 来限制他 意思就是说 你这个地 我们这几个农民 我们把地租给梁文道 我们没违法 但是问题是 我们不是私下租给他 我们是通过买卖的方式 那中间也有广告啊 这个买卖呢 就违反了房地产管理法 那这样的违法 那很多人就对 因为任志强 他站在国家地产商的这边 立场嘛 对不对 那很多 而且你 所以建设部 现在只能跑出来 你知道建设部 只能说 风险警告 意思说 你们买小产房的人啊 你们要注意有风险啊 什么风险 不知道 风险什么 那下面老百姓多年来的经验就是说 哎呀 这种好事啊 久不了 总共会有方法来管你们的 而你知道北京 我们不讲全国 单单一个北京 真的国家用地的面积 只有百分之十几 百分之八十几是集体用地 你管哪儿去 香港为什么楼下这么深啊 因为香港是死的 大家都知道 第一 所有的地 哪怕一块乡下的地 没有政府的方法 它是卖不掉的 对 所以你买下来又都是你的 白子你交税就可以了 中国两面都是 你的农地可能将来可以便宜卖的 对 你买下来的也是七十几年的使用权 对 对不对 你也不是永久占有 你也不是中国没有私有地 对 所以你看这个情况下 你国内房价飙升升什么呢 他们说呀 说现在在有些问题上啊 也会出现一种叫什么 民进官退的现象 因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上面说底下 你这个各有私其职啊 你不能出事啊 出现什么闹事啊 骚乱呢 你有责任啊 你不能出事 所以那这种小产权 你敢把它推平了吗 你不敢 但是牵涉下来的法律问题 就太大太大了 而且现在又推出 这个你知道第三次土改 啊 又打地球吗 第三次土改意思就是说 把林地变成集体所有了 以前呢 就是说农民集体所有的 就是耕地跟宅基地 而中国的耕地宅基地呢 只占全国的百分之十几面积 可是林地呢占百分之四十 换句话说 如果林地都归集体的话 以后你出去旅行 你看一大片一大片的山呢 那这些农民 他们就有权利 去把他 不是开发 他把它租给城里人了 而且你知道还会带来 我去做一个 还会带来 还会带来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大量的圈地运动 有眼光的人 有钱的人 他们都走在前面 他们知道 你现在在北京上海 普通草莓都炒头了 可是我要到河南了 河南不讲 新海了什么地方啊 那农民那块地 就很便宜 你就可以把它几十年的租 租下来了 你明白没有 所以你知道 我为什么想这些事情 我就想 我们国家的经济基础 发生了这么大的 巨大的变化 咱都学过马克思主义都知道 经济基础跟上层建筑 你经济基础变了 你上面的东西 要是一层不变 会发生什么情况 这谁都知道嘛 文道怎么看 没有 我觉得首先呢 第一呢 就你刚刚说到这个房价 我知道很多的 小产权的业主 他会觉得这个 一盖房子的时候 他发现了城里头的房子 贵得不像话 但我觉得这个说法 又有点不公平 不公平在什么地方呢 从来在一个现代的 市场经济很发达的 大城市里面 决定一个房价贵 或者便宜的 不是靠直接成本 不是靠直接成本 绝对不是靠人工 也不是靠用的物料 也不是靠什么装修 是靠什么 黄金绿的三个字 就是位置 位置跟位置 location 对 就看看在什么位置 你跑到农村的小产权 那当然便宜 对不对 你同样的房子 你比如说要是 放在这个二环内 那就差很远 这是位置决定一切 那么但是问题是 这个位置就有一个问题 就现在中国 比如说位置好的地 是不是一定比位置不好的地 这个地价卖出去的时候 政府批出去的时候 是不是一定也赚得更多呢 是不一定的 现在奇怪在这个地方 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土地 比如政府要批地 给开发商 给发展商 它这个批出去的这个程序 不完全市场化 这才是问题 近年来是越来越市场化 近年来才开始好了 你如果这个东西不市场化 第一 那里面可能有很多的问题 第二 这就很不公平 对不对 你要如实反映市场价格 你要完全市场化 去拍卖 去怎么样 那么然后你再说到最后 这个说到这个 圈地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如果 现在圈地的人多了 比如说现在中国的 中产阶级膨胀了 很多人像你刚刚一听 你说哎呀 你要去找个林子 圈起来 对啊 不会 其实去的都是商人 对 都是都是很有投机 很有眼见的这些人 对 那么这些人出去 圈一圈之后啊 就会形成什么 就中国这个地主 这阶级就重新出现 有地主 有现在我们又确保 私有产权 这就发生一个 很大的一个政治变化 你知道过去英国 就是我们说英国 为什么慢慢的会出现 这个大宪章 光荣革命 就贵族联合起来 逼这个国王交权 关键就在这 就是很多贵族 他们掌握自己的封地 有自己的财产 确保了私产 这时候国王 在逼他们干什么事 要征收什么事 我要收你的钱 收你的地 大伙就不干了 我就起来包围国王了 你哎不行 你不能这么搞 英国的民主政治 其实是这么来的 就是地主去瓜分国王的权力 现代的民主政治的基本观点 讲人权什么 它的基本权在私有产权上 你确定了一个人有私有产权 他就有很强的权力意识 我要保护我这个东西 你不能来随便碰我 你不能怎么样 这是我的根 但是你们也不要忘了 我们伟大的人民也不是贵族 我们伟大的党也不是国王 一切都会好的 去广告吧 强强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最近听人给我讲两件事 因为太荒诞了 所以我都不能相信他是真的 那就当个乐听 没有我去哪出差 那妈妈刚刚说 说我们这儿啊 什么就怎么卖房子 你知道吗 其实就是骗子 看周围没人呢 休息一圈墙来 你知道吗 在墙中间修个房子 那就是售楼处 就开始卖楼花了 敛了钱就跑了 这有那啥 有有有 我听过这 还听人说啊 比如说说是那个 现在赢奥运吗 一条马路上 说咱们要清理所有的 非法广告牌 好 清理完了之后 大家发现合法的没几块 大部分都是不合法 就是你明白 这是意味着什么吗 就是无法无天 就是说咱们哥几个 看这没人管 咱数个牌子 数个牌子 咱就管个公司了 他们说还有什么 大企业的牌子 还真的就都在那个 非法 那个广告牌上 而且那些广告牌呢 在其他国家呢 都是大众用品 比如轮胎啦 化妆 就是那个化学的药啊 什么的 中国都是少数人的豪宅 还还都竖的很大的牌子 说我们只有十几席啊 全球精英人士来这里品尝啊 你只有十几席 竖那么大牌干什么 对不对 你刚才讲的那个骗子啊 那个是前面讲的那个例子啊 那是失败的骗子 成功的骗子是怎么样的 怎么样 他就弄一块地 他也圈起来 然后他搞一个美丽的方案 叫什么岛啦 什么 很好的名称 然后大家投钱来 盖了房子 他收到钱 你明白 最后他其实也什么钱都没出 他当初就是人家给了他一块地 不叫成功骗子 叫成功商人 很多人都这么盖 对 就是这个意思 楼花很多时候 这种卖楼花啊 其实就是筹款来给他盖房 你知道 然后很多烂尾楼就这么烂 最近有网友在在网上建议说 香港这个回归十年了 维多利亚港应该改名啊 这是我们的耻辱啊 什么那个维多利亚港 那这中国地方 他想改成什么 毛泽东港啊之类的 结果呢 结果呢 有网友就跟上去 你自己北京上海看看的楼盘呢 那都是外国名字 对 对 对 什么圣莫里斯 什么什么巴黎世家了 又变成殖民地了 他全都是殖民地了 对 没错 有个朋友出国去 他说跑哪里 哎呀 这都不用去啊 我们在家里都见过 对 曼哈顿的什么的 中国有些人 咔一下 吞鸡巨资之后 他可能在法国巴黎 注册一个公司 注册一个公司 他就算国际品牌 所以你发现没有 明明有很多国产的 衣服啊 或者什么 都是一些奥尼尔啊 或者什么 外国名字 然后呢 有很多呢 他说是什么 国际名牌 什么什么 你是我平常在外面 在看英文章 这件都没见过的 他就是国际名牌 他就是这样 跑到法国 我们说他就是怎么着呢 他比如说今年 他就哐 大笔钱用来请大明星 做广告 对 是吧 其实那个店呢 奢华星标策 就是个前店后厂 很小的一个 哎 一年没搞成之后 再去换个名字 再换个外国名字 什么奥尼斯 是吧 然后再去找个大明星 给我 而且 所以赵本山 就忽悠